墓落沉寂已久的洋宅大街 最近似乎是风华再现 游客是络绎不绝 原先紧闭的店面 现在建筑不少店家 包括经营文创专卖店 怀旧零嘴等等 而其中这两间以淑女 身世为招牌的店面 现在由三位志同道合的 年轻朋友所经营 主打咖啡和文创手作的 复合式空间 希望让游客 由洋宅大街 能品尝好咖啡 也能从中认识 无作手作这品牌 这里压住 等一下洗手就好 好玩 你们今天做的是什么 房子 房子哦 我做的是盆栽 盆栽 彩绘 走进店内 小朋友很开心的涂鸦 大人则在合伙人之一的杨文泉指导之下 做起手工皮革钥匙圈 DIY过程很简单 但制作出来的成品却是有温度 而且独一无二的 黑黑的 对 然后就这样很线 因为它太细了嘛 所以它压下去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表面的 不应该被压到的地方 也是会上去 好 所以我们就是稍微刮一下就可以了 就刚好有空 所以就可以来玩一下 自己的创作创意 然后这个可以就是选自己的字 就是你可以 它就是它有字可以挑选 然后可以选自己要的字 然后我上面选的是我自己工作上面的代号 我今天做的是一个皮革钥匙圈 然后他们就是选那个 你们选什么 我选花盆 就是他们可以种多肉的花盆 给他们自己创作 我的很满意啊 你们很满意吗 超级满意 超级满意的 对 每个人做出来都会独一无二的 大概半个小时 大概一个时就可以完成 对 就是主要是他们 大部分是挑选字会比较麻烦 因为他们可能会不知道 要写什么字 对对对 会比较麻烦一点 会拉的时间 想时间比较久 绅士淑女美法院 这招牌店面经过巧思 以及发挥他们设计专长 也成了店里的手作文创产品 来到店里可以直接购买 当然更希望是游客自己DIY 透过手作过程传达地方的文化 绅好这个空间之后 我们就是按照这两间店面的外形 因为那时候的电影的场景 其实把这两间营造出蛮特别的一个形象 像游客来的那边都会在我们店门口去做拍照的动作 我们就想说 那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可以让他们带回去的 那我们就会利用我们比较擅长的像雷射切割的方式 去设计出一个立体的一个算是小房子的造型 那我们同时也其实有给他一些扩充的功能 例如说像这个房子我们把它做成存钱筒 你就可以在这边投钱 那这个盖子是可以打开的 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装灯啊什么的 可以有自己一个就是DIY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课程的话就是大概 你大概花到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就可以在我们现场去就是彩绘啊 然后跟组装 其实我们比较希望是强调手作 因为在停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慢慢去做一件事情 慢慢去体验当地的文化是我们想要传达的 在三位好友一夜结合之下 两间店面打造成咖啡店和文创的手作空间来经营 虽然空间不大 但在三人合作之下却可以发挥复补作用 因为我们这边是洋宅嘛 那大家其实对洋宅印象最深的 其实就是那个京东电影院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京东电影院这个造型啊 就是做成一个手机座 那我们又把那个京东电影院那时候建立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1960年 我们就把它1960年洋宅这个地方的这个logo 就把它做在上面这样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游客啊 或是一些对于金门是有勤奈的人 带回去他们就是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可以去常常去想到这个地方 那有机会的话可能可以回来再去做就是旅游啊 或是更深度的一些就是体验这样子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希望提供一个空间 是让大家可以去交流 可以去有一个想法 或是创意上的交流的一个场所 然后互相的就是搭配 其实可以让大家就是在这个的 我们营造出的这个比较所谓文青 但其实也还好的一个空间啊 可以很放松的在那边做一些 不管是喝咖啡啊或是手作 那最近发现有个功能就是说 如果是妈妈可以带小孩这边 小孩在这边体验 妈妈在那边喝咖啡 一切都非常的完美这样 自于获利的部分开业两个多月以来 又适逢农历春节 确实吸引相当多的游客 亦游洋宅大街 也许不一定会消费 但却让更多人认识这个空间跟品牌 也有很多人因为来这边 然后来认识我们的这个空间啊 跟我们的品牌这样子 我们目前的营运也才两个月左右 对所以我们是12月20号开始做营运的 那目前时间其实还不是很长 那可能要到未来这一年 我们才能够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营运 是不是可以走上一个稳定的阶段 那也是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来看看 我们做的事情啊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就是想要报名我们的体验课程 这样子 那我们也会再去 之后也会再去安排更多的一些 新的一些体验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获得一些东西这样子 民众和游客走到阳宅大街 可以在店面的门口留下怀旧风的照片 进到屋内还可以享受咖啡和文创手作乐趣 一举三得相当值得 已经是这样子了